杨幂最新喜讯已怀赏二排!刘凯威随身陪同打破感情不合传闻 杨幂作为一个当红女星,一直都是自带热搜体质,很多和她合作过的男明星,都被一些人捕风捉影说得暧昧不清,更有甚者传言杨幂刘凯威夫妇因为长期拍戏见少离多而感情不复从前, 关于两个人感情辩护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 《绯闻男主》以至黄轩 杨幂和黄轩在拍摄翻译官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俩戏里戏外都有戏,因为两人眼里都是戏呀,而且两人剧场频繁互动更是招来正主流凯威探班 事实证明是大家想多了,眼里游戏是剧情需要,毕竟杨幂跟黄轩都是演技派,而老公烫班老婆也是很正常的吗? 《绯闻男主》二支李易峰 杨幂和李易峰的私下关系特别好,可以用闺蜜来形容二人的关系,杨幂和李易峰也多次合作,拍戏《古剑奇谈》,怦然心动,两人的关系难免会成为不错的密友 于是这个时候传闻又出来了,有网友指出李易峰被杨幂吸引,两人拍吻戏更是像情侣般自然,戏外互动也频繁亲密 绯闻出来以后,李易峰似真的成了凯密夫妻感情的破坏者,李易峰被传出非议之后,便拒绝在和杨幂同框,同场甚至都不再联系 现在李易峰或许只能说,他与杨幂的关系是姐妹 其实男主刘凯威跟杨幂俩人的感情很好的,两人因互有好感而走在一起,经历了两年的爱情长袍修成正果 刘凯威比杨幂大,又帅气又多金,完全符合少女心中完美帅大叔的形象,所以能勤获杨幂这美美丽的少女也是意料之中 婚后两人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小糯米,也是秘密美妞事业上升的重要时期 刘大叔一直都很支持杨幂拼事业,即使因为事业繁忙未能兼顾家庭也并没有过多怨言,只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娇妻 杨幂现在的事业能这么顺利除了她自己的努力外,也离不开老公刘凯威的定力支持 在几天前杨幂出席活动现场,媒体放出大秘密的现场照片 照片中杨幂小富威龙,对外宣布将暂时停工三个月,让网友纷纷猜测是否因为二胎 杨幂出现在机场的时候,刘凯威全程陪同 在媒体问到是否是有了宝宝好事劲的时候,刘凯威没有否认,只是以温孝回应,看来杨幂有孕的事情是八九不离十了 对于之前的种种传闻不攻自破,就像杨幂在微博上发的那个动态一样别闹了,我们很好 对于这件事情,你是祝福呢还是祝福呢?